那這個直接測試驗到底測什麼 待會就揭曉 但是題目很簡單 來 朋友最近買車了 車子的話題下半年會很燙很熱 那直覺狀況如何呢 一 遇到非常積極又負責的業務 他覺得這個買車之旅蠻順的 二 過程很受氣 有點不爽 一副那種狗眼看人滴的樣子 要不然就是告訴你沒有喔 沒車喔 不然怎樣怎樣 就是開出了很多很機車的條件 三 花了很多錢有點硬撐 他本來應該是開比較小的車 但是他硬是買了一台大車 所以他發現油耗也很高 停車位也很難找 然後花錢也花很多 保險費也要花很高 他覺得有點吃不消 四 結果都停著沒再開 所以你的朋友如果最近買車 他發生了一些狀況 你直覺是什麼狀況呢 來 請選擇 朋友最近買車 狀況會是如何呢 請一直覺作答 訊號之後就請老師來公佈答案 我們測什麼呢 來 我們今天測的是 剛剛那個短劇看過了 你對家人的 耐性指數 耐 到底你們有沒有耐性子 我們待會兒就揭曉了 好 那我們來看看 跟屈哥選一樣的 是 屈哥的這一欄 如果你跟他選到一樣的 就是覺得買車的過程 這個朋友買車過程很受氣 那麼你對家人的耐性指數 八十 好多耶 超有耐性的 都是小孩的問題 真的真的 算很有耐性了 家人就算再難搞也不得不好好溝通 好棒 所以久而久之這一組的人 算是滿有耐性的 而且也覺得 事情遇到了就要解決 但是最後可能落得一個 就是好嘍叨喔 好囉嗦喔 沒錯沒錯 的下場 這一個遇到非常積極 又很有很負責任的業務 欣貝姐也選到這一項 是 感覺滿高的耶 感覺超高的 耐性指數 50 50 不是走耐性指數 平時各忙各的 小事都算了啦 大事再來跟你認真 所以看起來好像很耐性 但其實是一種包容 對 不是走耐性路線 因為我覺得若琪的故事就非常好 大家個性實在太不一樣了 沒什麼好計較的 你屈中恆這一項就是 還可以覺得要說教一下 或者是要溝通一下 這個不用了啦 你就是這個樣子啦 那小事 大事我們再來 不行喔 你這樣子會害得爸媽 爸你這樣不行 會害得媽想跟你離婚喔 這時候我就要跟你警告一下 就差不多這一種 對 來老師我們來看看 這一組最多人選 就是最後一項 結果都停著 沒在開 你這個朋友的車是這樣 那你對家人的耐性指數是 爆表耶 對 最後就剩下這兩位 我們的助理主持人 對家人的耐性呢 是最低的 什麼 好準喔 這是小孩子的代表嘛 對不對 對 清楚明白 家人要什麼 就是 還有或者是我行我素 那就會該爆炸就爆炸 這樣的小孩 對外面的人都很客氣 對自己家人比較不客氣 真的 很沒耐性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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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